我是第三遍录这个 因为我家人一直在制造卑点医院 今天是几月几号呢 我不太清楚 然后今天是我第几个星期宅在家呢 我也不太清楚 反正就是宅在家 我觉得快给自己宅傻了 简单来说这一星期 我就是做了一个 就是一个sketch吧 因为前两天我是星期五星期六 给自己放了两天假 然后我这两天完全就在玩一个游戏 因为后来我意识到这样做好像是不太对的 因为我太沉迷游戏了 我无法改变自己的 那么control I can't 所以我就把那个游戏给删了 因为我已经好久好久好久没有玩游戏了 但是游戏就是一个让人沉溺其中而无法自拔的一个东西 然后你沉溺其中你还觉得特别开心 就是基于我刚才看那个电影呢 那个电影叫做红鞋女孩与七个小矮人 然后这个电影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然后因为它这个故事的模型也是以白雪公主的那样子一个模型起的 但是我觉得特别的好玩 如果是没有看的你们呢可以去看一下 上星期我把后面的两张打印出来之后 因为很喜欢嘛 我就贴在上面了 反正我也是那种蛮喜新厌旧的 把旧的放在边边你应该看不掉了 然后新的就在那里 让这些心情好一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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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其实我觉得这一幅画好像比我预想当中要时间少很多 画得也挺快的 然后看一下最终的节稿 对 然后就有 有一点点就是画完之后 有自己再稍微感动一点点 嗯 其实在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镜头里面 其实颜色会有一点稍微 稍微的不太一样 那么呢 我想就是在这个视频 最后嘛也会把这幅画的 一个 JPEG 然后放进去 嗯 这个是我姐自己做的 呃 榴莲千层 看一下 看清了 好吃 一开始我让我让我爹妈帮我买这个花的时候我还以为它会挂掉 但是谁知道它越长越茂盛 不是越长越茂盛 就是长了之前这个小叶子就很慢长的 后来这个长得好大 这两块长得好快 但是我担心它是不是又要挂掉了 看里面 能看清吗 对呀 这这个叶子是不是又挂掉了 还是它要继续长 吓人呢 那么这一星期的视频 就先到这里咯 然后欢迎大家喜欢 转发我的视频评论 然后 下期再见 拜拜 快Tech 明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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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